全球现场的时间来关注美国的FDA现在已经批准包含了莫德纳还有交生疫苗的加强剂了 更多的内容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欣宜 好了最新消息美国食药局FDA今天批准了莫德纳与交生疫苗加强剂 同时表示民众是可以选择不同厂牌疫苗作为加强剂 FDA先前已经批准65岁以上或者是有高染疫风险的群体 可以在完整接种2剂辉瑞BNT疫苗的至少6个月之后施打第三剂增强保护力 那么FDA的顾问小组在上个星期其实也建议同一个群体 也就是65岁以上或者是有高染疫风险的群体 接种第三剂莫德纳疫苗 那么针对接种单剂型的交生疫苗的民众 FDA为顾问小组是建议在注射后至少两个月施打第二剂 路透先的报道在白宫8月宣布推动全面施打疫苗加强剂的计划之后 FDA和CDC就是面临了批准加强剂的一个压力 当然专家也希望FDA的决定 现在这个决定是可以让面临传染力比较强 可以在已经完整接种疫苗群体当中 引起突破性感染的Delta变异株肆虐的美国人 可以获得另外额外的保护力 那么FDA咨询小组昨天也有一份会议内容 指出是来自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疫苗混打数据 参与研究的是458名的受试者 他们接受了辉瑞BNT还有莫德纳以及交生的混打组合 数据显示原本接种交生疫苗的人 在施打辉瑞BNT或者是莫德纳加强剂之后 产生更强的免疫反应 那么数据也进一步表明混打不同厂牌的疫苗 对于成年人来说是安全的 包含英国在内其实很多国家都广泛使用AZ疫苗混打的策略 但是其实AZ疫苗在美国是没有获得美国FDA的紧急使用授权 AZ疫苗使用的是和交生疫苗类似的病毒载体禁术 接下来CDG咨询委员会也将会召开委员会 预计是在今天来讨论哪些群体可以施打莫德纳和交生加强剂 CDG主任瓦伦斯基也会根据建议来做出最终的决定 那么现在根据CDG的数据 全美国有大约1120万人已经接种了疫苗加强剂 来看的是北韩在19号在新浦市附近发射了前摄飞弹 那么北韩外交部现在透过官媒朝中社发布的声明表示 这个试射前摄飞弹并不是针对美国 华府不需要为此感到担心或者是苦恼 同时北韩也说表达对于华府及联合国安理会 对于北韩正当行驶防御权的荒谬反应的关切 联合国安理会也就北韩试射前摄飞弹举行紧急闭门会议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汤马斯格林菲德在会前还特别说 美国已经提出过无条件与北韩会面 同时也明确表示华府对于平壤是没有敌意的 那么北韩常驻纽约联合国代表团 并没有立刻对于汤马斯格林菲德的发言做出评论 我们现在听听看汤马斯格林菲德发言 他的现场的说法 中文字幕提出是最新的一集中一个这样的 追求极度的爆发 始末的开始的 在夏末上的DPRK发展了几个 宣传武器箱 一部的 DPRK发展了一个新的 IberSonic Glide Vehicle capability. These are unlawful activities. They are in violation of multiple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s and they are unacceptable. Each new advancement of the DPRK's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and ballistic missile programs destabilizes the region and threatens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Our position remains clear. The DPRK must abide by the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s and it is time to engage in sustained and substantive dialogue toward the goal of complete denuclearization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We have offered to meet the DPRK officials without any preconditions and we have made clear that we hold no hostile intent toward the DPRK. 那麼北韓官媒朝中社公布北韓國防科學院19號試射的新型潛射彈道飛彈呢 飛彈使用的是這個潛艦呢是曾經在2016年8月24號成功試射過第一枚潛射飛彈北極星1的金魚級824英雄艦 而這也是北韓唯一一艘2000噸級的潛艦配備一個發射管 韓聯社因此報導從朝中社公布的照片來看 這枚飛彈和這個月11號在北韓國防發展展覽會上面亮相的 迷你前射飛彈相比形狀大致相同但是尺寸變小 以及這個彈頭圓盾的這個北極星系列前射飛彈的相比呢 彈頭更尖銳而且機動性呢也提升 南韓軍方因此估測說這枚飛彈離地最高60公里射程590公里 具有近程彈道飛彈的特點 而這型飛彈可以在水平滑翔之後 在飛行末段二次爬高比較難以攔截 而在這個時候南韓總統文在寅他搭上這個國產 南韓國產的戰鬥機說是時隔4年他終於決定出席了首爾國際航空宇宙 既防衛產業的展示會也就是國防航空站 那麼文在寅呢從水源空軍基地搭乘這一架是FA50 南韓國產的戰英戰鬥攻擊機 一路沿途飛行中期南道天安市的獨立紀念館 還有首爾顯中院以及龍山戰爭紀念館 最後降落在首爾機場 而成為大韓民國史上第一名搭乘國產戰鬥機的總統 同時他也在首爾這個展示會上面 開幕儀式上面的發表演說 文在寅特別強調 南韓將要進入全球七大航太強國之列 來聽聽文在寅怎麼說 根據韓國媒體韓聯社 這個News One首爾國際航空宇宙 即防衛產業展示會呢 是因為受到新冠疫情的影響而停辦 而時隔兩年之後呢 才終於再度的舉辦 而且規模比起停辦前的那一次 2019年更為盛大 有53個國家的駐韓大使以及武官 還有南韓軍方重要指揮幹部 以及主要企業的代表 都有前往展示會來共襄盛舉 以上是全球現場為您掌握最新狀況